20世纪最大的谜团之一 可以用一张照片来解决 艾米利亚·埃尔哈特是第一批在1937年 独自飞越大西洋的女飞行员 然而她的飞机却消失了 根据消息是在太平洋地区失踪的 关于艾米利亚·埃尔哈特和她的导航员弗雷德·诺南 到底发生了什么 出现了无数的推论 在最近发现的一张照片上 似乎是迄今为止最有力的证据 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发现 并被认定是美国国家间谍的照片上 专家们对这张照片进行了调查 这张照片显示出了 埃尔哈特和诺南 曾位于马绍尔群岛的码头上 这对这两个人被日本军方俘获的理论提供了支持 如果这一理论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埃尔哈特和诺南 可能是在被日本关押期间死亡 而并不是由于飞机坠毁 马绍尔群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成为了东京重要的军事基地 虽然在日本档案馆中 没有关于埃尔哈特的记录 但是在1940年 尼古拉罗罗发现了海骨 原本被认为是属于一名男子的 直到1998年 谷歌检查发现 他们是属于女性的 研究人员还相信 他们发现了一块驴 它是属于History集团 埃尔哈特飞机的一部分的 历史飞机国际组织说道 这片碎片 对于每个特定的飞机来说 都是独一无二的 就像是人类的指纹一样 从那之后 无数的恢复尝试 已经花费了数百万美元 所有的努力都是在试图解开谜团 关于埃尔哈特在环球旅行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 艾米利亚是否因为被俘而死亡 然而全世界都会记住 艾米利亚的勇气 远见和开创性的成就 在进行最后一次飞行之前 艾米利亚在给她丈夫的信中写道 希望你知道 我也知道这样做的危险 我想这样去做是因为我就是想 女人必须去尝试 只有男人曾经尝试过的事情 当他们失败了 他们的失败必定会成为别人的挑战 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新闻回顾的全部内容 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